来丁哥哥听风的创作世界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台湾扁敲行虫 台湾扁敲行虫是台湾最常见的敲行虫之一 因为身体比其他的敲行虫扁平而得名 是属于完全变态的昆虫哦 那在它最上面的地方呢 是它的头 它的眼睛就在两端 接下来是前胸背板 通常我们抓它的时候都会抓这边的两侧 再来是它的翅翘 它的翅膀就藏在里面 所以它是会飞的哟 接着是它的大鳄 这是它用来跟其他弓敲行虫对决的工具 台湾扁敲行虫分布在中低海拔的平原 跟阔夜岭山区以及绿岛 那野外的成虫个体 大约会出现在四到十月之间 它夜晚有趋光性 通常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 在人工饲养的状况下 它的个体可以活一到三年 那它的体色呢 是黑核色到深黑色的 它的幼虫以抚目为食 不过在平地的椰子树当中 你可以发现它的幼虫哦 成虫呢 则喜欢腐烂的水果 或者是树翼为食 有机会你到户外或者是山上 如果你刚好有发现青钢栗树 或许你可以在青钢栗树的树下 或是叶子的后面 发现台湾扁敲行虫的踪迹哦 那今天我们画的台湾扁敲行虫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非常可爱呢 有着黑色金属光泽的台湾扁敲行虫 希望有天你可以亲眼看到它的踪迹哦 雅丁哥哥停风的创作世界 周一晚上七点 就在YouTube 雅丁哥哥停风频道